这样的二龙姐你们怕了吗 仅仅一个眼神 便让史莱克众人吓得直哆嗦 这天柳二龙正与大师玉小刚温存 正当两人有下一步发展之时 一只万年地穴魔珠突然出现 我们暴脾气的二龙姐真的怒 随后直接放出五魂真身进行战斗 一顿丝滑的连招打的大帝之王嗷嗷之叫 宣泄着内依难平的情绪 让你破坏老娘的好事 见到二龙姐的此番操作 戴木白不禁发出感叹 恰巧此番言语被一旁的竹青所听见 随后竹青直接向众人掩饰了一场 现实打的钻路区 不得不说女人发起脾气来 真的是太恐怖 而此时大帝之王已经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那个小胖子 她是你的了 大帝之王这才隐分西北 看着二龙姐与大师擦肩而过 大师始终没有勇气面对 于是便独自一人靠着大树睡去 第二天众人继续寻觅魂兽 不料此时弥漫着粉色的雾气朝众人起来 原来是一只千年修为的粉红娘娘在作馆 由于在毒物中交战过于胸前 于是众人便升到空中准备彻底 此时的二龙姐怒火并未全部消除 急需找人发泄一番 随即便直接朝着这只魂兽展开进攻 看到柳二龙明显伤了 大师及时出现制止 随后让唐三与马红俊出手解决这只魂兽 最终两人凭借完美的佩服 成功将这只魂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小奥便上前解决掉了这只魂兽 成功获取了属于他的第四魂魂 并向众人展示了他的第四魂祭亢奋粉红肠 就在众人替小奥高兴之时 弗兰德院长的一番言语却让人大失所望 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随不少 很极品却少得可以 又已经找了两天了 再这样拖下去 恐怕要拖到魂兽大才开始吧